這是第一代iPad Touch 很多人都知道它的硬體規格跟初代iPhone類似 以同樣搭載iOS系統 只是不能插SIM卡打電話也沒有鏡頭 但是你知道第一代iPad Touch連喇叭都沒有內建嗎? 是的,跟早期iPad一樣 它只能用裡面的鋒鳴器來發出簡單的音效 要聽音樂那些的只能外接耳機或音響 所以那些iPhone上面會有的音效 到這裡聽起來就變得很不一樣了 給你們聽聽看吧 順便再提就如早期iPad 第一代iPad Touch側邊是還沒有音量鍵的 到了iPad Touch 2才把這個補上喇叭也是 所以與其說第一代iPad Touch是不能打電話的iPhone 不如說它是一台能觸控的iPad 欸?那就正如其咪啦 沒事了沒事了